大家好,我是冯光光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短的比较有力 前阵子中国有个经济学家叫陈文林 他说哪天我们收复台湾 一定要把台积电 这个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 抢回中国手里 其实陈女士 哪天你们来台湾抢东西 我建议 你们要抢回去的绝对不止台积电 台湾有太多好东西了 你们一定不能够漏掉 比方说台湾桃园这个地方 就有两个宝贝 你们一定要抢回去 一个叫蒋介石 一个叫蒋经国 不过你们如果要把他们抢回去的话 你们就要多派一些人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死人 所以在棺材里面 听说那些棺材都很重 几个人是不可能抬得动的 都要用到堆高机这种机械装置 所以一定要多派一些人 另外你们一定要抢回中国的 还包括台湾的名产 凤梨酥 台湾的凤梨酥 实在太好吃了 以前你们中国人 来台湾观光的时候 最喜欢排队去买凤梨酥了 例如在高雄 有个旧镇南 这家店的凤梨酥 是用台南观庙的凤梨 融合这个甜而不腻的冬瓜糕 做成的非常有名 还有就是号称 凤梨酥界爱马仕的 围热山丘凤梨酥 那在台北呢 那当然就是 德国凤梨酥文化节 金奖的窝园义 另外基隆的李虎饼店 那更是老店里面的这个老店 那那个买凤梨酥的这个队伍 常常是排得好长好长啊 你们既然是来用抢的 那就不要排队了啊 抢东西还排队 那太逊了嘛 是不是 台湾那个值得抢的呢 我看一下看啊 对 还包括淡水的一位老太太 一位阿嬷 她是国民党这个主席 朱立伦背后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人 那台湾很多的人士啊 都是他建议啊 安排的 那他也是台湾的一个宝 讲到台湾的宝 还有一个人 你们也一定要抢走 他叫柯文哲 这个人 如果你们抢到手 恭喜 你们等于抢到一支部队啊 因为他有一支很庞大 这个网军在支持他 而且最棒的是呢 这支网军 你们抢到手之后呢 根本不必花钱去养 因为台湾的纳税人 早就在神不知鬼不觉的 这个状态下面呢 主动花钱帮柯文哲养了啊 你们说 是不是很划算呢 所以抢到柯文哲 等于抢到一支 不花钱的网军部队 所以陈文林女士 如果你们中国来台湾 只抢台积电 那就实在太帅了 难得都还来一次呢 很不容易 所以要抢 就抢多一点才划算嘛 是不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 短的比较有力